你说上一段婚姻的失败是一个男人没有责任心 那你觉得你对面这个男人在你一年多的相处过程当中 你觉得他有责任心吗 怎么说呢 就是相比前夫来说还是就是有进步 但是距离我心中的那个理想还是差的 差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还想继续处下去往前走 你是打退堂鼓了是吗 对我感觉这中心大事是一辈子的事 是吧 不想交付一个这样就是没有这种责任心 没有担当的那种男人 有人特别有责任心 但是他的能力他就一个月只能挣一千五 他所有的责任全给你了 这叫有责任心还是没责任心呢 他叫有责任心 如果挣三千八给多少就算有责任心呢 他这中间他喊别 他说是别人的老公给他对上六千块钱 我不是有那个能力不给你 您是挣三千八你给我两千五就行了 是吧 两千五就 两千五 能维持生活我也没多要是吧 我也不是那种贪心的人 但不是 我也说是真正的倒也气 假如也有老人 你为什么你就不理解理解 我想问一句话 对不对 咱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挣了更多呀 我会越来越好的 我亲自为不说 您的这个职业技能和专长就挣钱的本领是什么 我本来我原来也是做剩意的 就是打嘴上去世了以后 就是最基本没有这个全金的动力了 个人问题解决了 不会像现在这个店一样 我太安也有方子对不对 你两个人好好的干嘛 怎么这还混帮吃饭还没有保障 您怎么那么要面子呀 哎呀我都是说起来还是 面子重要媳妇重要啊 想来说实话 能说点掏心窝子的实话吗 六十岁您打算跟他结婚以后再重新做买卖是吗 你不是给他画饼了吗 你要觉得他是一个贪财的人 你可以走啊 我不认为是他贪财 所以我问你问题 你怎么要回答我呀 他不理解我 要理解您什么呢 理解我 我就是目前都是这么个处境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自己的孩子 他个人的问题都敢拍好了 我没什么事的 唯一就是 这个经济不算稳定就是 你下一步怎么让经济稳定呢 我有个事 没跟他说 我还有一套房子 您到底有多少套房子 我三套房子 所以老王这事 咱摊开了说 老王说我手里就是有不动产 是 我再挣 我也挣不来什么了 是这意思吧 我只肯定不可以严重的 十二十两 所以我现在问您特别简单吧 就是六十岁之后 您还打算做些什么来挣钱 我有房子 我打扑以后卖它 你那房子值多少钱 八十万吧 够吃一辈子了 这辈子不知道多长 我现在真是 我不敢给他承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